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 2024年10月6日晚 乒乓球WTT中国大满贯赛的男单决赛中 19岁的国拼星星林氏洞展现了超凡的斗志和技术 以4比3战胜35岁的拼弹巨星马龙成功夺冠 这场比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 更是心态与意志的对决 林氏洞在落后情况下的绝地反击 为他的新奥运周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进入决赛前 林氏洞和马龙的表现都相当出色 马龙在本次比赛中几乎位于强敌 先后以4比0的绝对优势 战胜世界排名第三的雨果和第四的梁静坤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竞技状态 与此同时 林氏洞在新奥运周期中表现抢眼 连夺阿拉木图常规赛和澳门冠军赛的南丹冠军 带着连胜的信心进入决赛 马龙作为一位拥有丰富经验和众多荣誉的老将 打法以控球和快速反击为主 而林氏洞则以高质量的弧圈球和极强的反手能力著称 二人的风格截然不同 这一位比赛增添了不少看点 本次比赛回顾 比赛一时 林氏洞迅速进入状态 凭借稳定的反手攻击获得了领先 首局以11比4轻松取胜 马龙面对年轻对手的冲击 虽然通过发球的变化 试图打乱林氏洞的节奏 但未能阻挡对手的进攻 第二局中 马龙及时调整 利用发球抢攻取得领先 并最终以11比7扳回一程 随着比赛深入 马龙的状态逐渐回暖 第三局中 他通过控制球的落点 限制林氏洞的发挥 以11比5在下一程 此时 林氏洞的压力骤增 面对强大的马龙 他必须做出调整 以避免被对方拉开比分 第四局中 林氏洞在关键时刻请出暂停 经过调整后 他在局末展现出顽强的斗志 尽管马龙一度逆转局势 林氏洞仍以15比13艰难拿下这一局 将大比分扳平 比赛进入关键的后半段 林氏洞在第五局中彻底释放压力 以11比4取得胜利 比赛悬念得以延续 第六局 林氏洞再度展现出他的反手优势 快速得分 最终以11比5拿下 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进入决胜局 林氏洞在心理和体能上都占据了优势 尽管对手马龙依然气势如虹 开局便取得领先 林氏洞在8比8追平后 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和精准的技术 连得二分 最终以11比8结束战斗 完成了精彩的逆转 这一场比赛 不仅是林氏洞个人技术的展示 更是他心理素质的完美体现 面对世界冠军 年轻的林氏洞 展现了超越年龄的冷静与成熟 林氏洞的胜利不仅为他本人赢得了荣誉 也为中国乒乓球队注入了新的希望 他的成功将激励更多年轻选手投入乒乓球运动的追逐中 推动整个乒乓球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 林氏洞也成功实现了WTT阿拉木图常规赛 澳门冠军赛和中国大满冠赛的南单三连冠 显示出他在新奥运周期中的潜力和实力 这一场比赛将被铭记为乒乓球历史上的经典对决 年少的林氏洞在与马龙的对抗中成长为更为成熟的选手 也为他的职业生涯铺就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一些相关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随着新一届奥运会的临近 林氏洞和他的队友们将肩负起新的使命 继续书写属于中国乒乓球的新篇章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2024年10月6日 WTT中国大满冠赛迎来了令人瞩目的女单决赛 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与世界排名第三的王曼玉展开激烈对抗 最终孙颖莎以4比2战胜王曼玉夺得冠军 这场比赛不仅展示了两位顶尖选手的记忆与实力 也为新一轮奥运周期的竞争奠定了基调 据知情人介绍 在此次赛事之前 孙颖莎和王曼玉均已有出色表现 孙颖莎在晋级过程中 以3比0和4比0的强势战绩展现了状态 而王曼玉则在较为艰难的对决中一路过关 尽管王曼玉近期战绩略显劣势 但他在大赛中的经验和韧性不容小觑 心理上 孙颖莎作为世界第一 承载着更高的期待 而王曼玉则需要克服落选单打的遗憾 本次比赛回顾 第一局开始后 王曼玉就通过反手进攻 战得先机 然而 孙颖莎通过发球变化 迅速调整策略 逐渐掌控比赛节奏 最终以11比6 先升夺人 这一局展现了孙颖莎的适应能力和决策智慧 第二局中 王曼玉表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 虽然在局势劣势时逆转成功 以14比12险胜 但明显腰部的伤势让他在后续局中受到了限制 此时 比赛的伤病隐患开始影响王曼玉的发挥 第三局 孙颖莎在这一局里如鱼得水 凭借灵活的落点和准确的线路选择 以11比4轻松获胜 局分扩大为2比1 王曼玉的反手威胁虽在提升 但孙颖莎的多变战术让他难以招架 第四局开始后 王曼玉调整战术 加强前台抢攻 以11比7扳回一局 显示出他不屈的斗志 然而 孙颖莎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依然优于王曼玉 双方的心理博弈 愈发激烈 第五局是双方斗志斗勇的关键时刻 孙颖莎在10比6领先的情况下 稍显松懈 但最终以11比8锁定胜局 王曼玉的失误则成了制胜的关键 此时 王曼玉已陷入绝境 心理压力倍增 在决定胜负的第六局 王曼玉背水一战 尽管开局阶段表现积极 但孙颖莎的冷静和精准的进攻 让他再次以11比7结束比赛 最终以4比2夺得女单冠军 这一战役不仅是技巧的较量 更是心理和策略的较量 比赛结束后 孙颖莎的表现得到了广泛认可 他的状态也为即将到来的奥运周期增添了信心 而王曼玉虽然失利 但他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和技术水准 也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一些相关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这场比赛不仅是两位国拼选手的巅峰对决 更是乒乓球精神的生动体现 孙颖莎与王曼玉在赛场上 展现出的技艺和拼搏精神 将激励更多年轻运动员追求卓越 在新奥运周期的征途中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精彩的对决与突破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在刚刚结束的WTT中国大满贯赛中 孙颖莎以4比2战胜队友王曼玉 成功夺得女单冠军 据知情人介绍 赛后的颁奖仪式上 国际拼联高层和中国拼携的领导 亲自为两位运动员颁奖 场面温馨而感人 刘国梁的存在 让人们看到中国乒乓球的未来与希望 他不仅是运动员的指导者 更是国家乒乓球精神的传承者 在刘国梁的领导下 国拼不断培养出新的优秀选手 为未来的国际赛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 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中 王曼玉未能入选女单阵容 而孙颖莎虽然入选 却两度屈居亚军 随着陈梦的退赛 两位年轻选手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在新周期的首战 WTT澳门冠军赛中 孙颖莎勇夺冠军 而王曼玉则遭遇失利 这让她在心态上 有了新的调整与反思 如今 孙颖莎与王曼玉的竞技状态 都在不断提升 尽管王曼玉在过去的两场比赛中 未能夺冠 但她的实力在逐步增强 这种稳步提升 是值得认可的 未来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将是他们展示实力的新舞台 一些相关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通过 WTT 中国大满冠赛的精彩表现 孙颖莎与王曼玉 展示了中国乒乓球的顶尖水平 未来的比赛 将是他们不断磨砺与提升的过程 期待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 再次以卓越的表现为 中国乒乓球赢得荣誉 同时也为自己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